那是他兄弟 佛光山 雷洋仁爱之家 传来悠扬三宝哥 这一天伊兰谢佛教会 第23届第4次会员代表大会 在这里庄严登场 今天也是要来探讨 今年度的一些计划 比如说是我们的 育佛群星献唱活动 以及一些社会关怀的议案 希望我们大家 一起来集体创作 把这个佛法弘扬出去 利益众生 尽管来自不同僧团 干部们集思广益 要让伊兰民众请进佛法 当天中国佛教会理事长 敬要法师也立临指导 谈到宗教团体不动产处理 战行条例 请大家还没有办的 要赶快去办 那么办了之后 5月114年的5月1号的 国土计划法 不管它是如期实施 获得它早期 对大家到场都是多一层的保障 会议为生 现场亮起五颜六色手指灯 众人在温馨点灯歌声中 凝聚起向心力 发现要继续弘法立生 让佛光普照宜兰 原来是林俊逸 宜兰才有报道 对大家到备了 对大家到备了